廉假结束,收工也收心,晚上也开始转凉 而接下来的天气形态,我们请记者蒋班宴来告诉大家 中初廉假结束,各地上午大多人士多云道晴天气 周四以前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华东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 气象局也发布连三天高温36度以上的橙色灯号警告 降雨部分则以午后局部短暂雷震雨为主 各地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在今天明天高温的时候大概还有31度 然后到23过完,然后24,25,26的时候那一道封面会 东北风会影响我们,然后吹一些微弱的东北风 东北风会带一些比较凉爽的空气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4,25,26我们的高温大概就会下降到1度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那高压比较偏北边 所以它带下来的冷空气边不那么强 但是降到30度的时候,白天可能就没有那么闷热了 然后晚上我们可以看到温度更低了 到28度的时候,整个晚上温度大概就是比较凉爽的一个情形 所以未来一周天气不是很稳定 不过还是局部现在可能某些地方的阴风面 所以从24到28号都会下一些雨 但是不是一整天 可能是局部的阴风面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雨的情形 然后日夜的温差可能会多一点点 然后白天的高温可能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大概这就是这一周的天气概况 周五开始,北台湾受陆球首波围络东北风影响 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 气温也会略降 尤其陆夜会有明显凉异 提醒民众出门除了防晒也要吸带雨具 增添薄外套避免着凉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